猫咪整整走丢了六天,急得它不行,每天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急 最后大姐竟然在楼顶上的废弃烟囱里面发现了丢失已久的猫咪 由于烟囱的洞口太小,加上足足有12米深,人根本下不去 大姐只能暂时用绳子将食物与水绑好,从上面钓给猫咪吃,勉强维持一下生命 后来实在没办法,加上大姐非常害怕猫咪出事,便直接找人用电钻在烟囱的底部钻出一个大孔 最后顺利地将猫咪救了出来,并且送到医院救治 神奇的是,猫咪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,身体竟然没事,只是因为长期没吃东西 身体出现了一些营养不良而已,只要好好调养,很快就能恢复健康 大姐再次抱着猫咪时,眼泪也忍不住地涌了出来 看完后,您对这是怎么看?